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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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书银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书银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书银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问问题 它们是几道仰是比较大 几道仰是比较大 以证凡所有内测 以后 记得足复读论 我和第五天赌封 以证几道仰是比较大 最后一边是比较大 最后一边OTH胜是比较大 预防 乔 乔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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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ba gukkangakana j spontan zanjia cha-chan j jarna ta-tanda dan ubima songa safanson 童谣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 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四字包座上 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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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四个方面来续俗 其中第三者是 何者所短持我慢 在这里呢 就严密地何持 缩短这个我慢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详细当中如果具有这个傲慢 傲慢的话呢 那这是修行当中的一种大的障碍 就是必须要遣除 这种傲慢呢 就是根本不是我们所谓的自性当中的慢 而且自性和傲慢呢 就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那么今天呢 就是就继续学习 傲慢苦行者 倘若自性疏无 堪临零故事 那么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烦恼当中 就无根本烦恼里面的有一种傲慢 那这种傲慢呢 实际上是 也是有一种烦恼的这种显现 就是一种烦恼的显现 那么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个傲慢呢 就是在这个行为上是不如法的 然后因为傲慢呢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 像歪道一样的这个行刺呢 就是一些这个苦行啊 就是自己认为的 就像前面讲的这个 有些呢 就是认为自己的见解是这个最至高无常的 然后凭自己的这种这个交易呢 就就开始进行这个苦行啊 像这样的 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傲慢呢 就是 是绝对不是 我们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自性啊 就是在你的作为的自性呢 我修法就是怎么不能力呢 怎么没有能力 我称呼呢 我都重视呢 这些呢 一定是 只有我一个都没有问题 就自己对自己充满这个信心啊 就是充满信心 那么啊 刚才前面的这个傲慢呢 实际上是一切苦恼 一切痛苦的这个源泉 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自性呢 是暂时究竟的快乐的这个来源 所以说呢 这两个根本不能这个相提评论啊 就不能这个相提评论 因此呢 就是有些这个谢念呢 就是认为是在世间当中呢 对自己的这个见解 自己的行为呢 有一种这个自性 就实际上是傲慢吧 比如说我在这些人当中 我的这个境界是非常不错的 我的智慧呢 就是超越一切人啊 等等 就是对自我呢 就是有一种烦恼性的这种傲慢 那么这种傲慢呢 就是千万不能归属于这个自性当中 因为自性是对治烦恼的 而这样的傲慢呢 就是增长烦恼的 增长烦恼呢 带来三界轮回的痛苦 而自性这种傲慢 也就是说自性啊 就是这个理智自性的话呢 对我们就是带来 就是暂时究竟的这种成就和解脱 所以说呢 这样的这种傲慢 怎么会归属在这里面 如果它能归属在自性当中的话呢 那么就是再也没有更可怜的了 就是再也没有更可怜 比如说有这个傲慢 就是自己呢 就是受持这样的傲慢的这个教育 他也是成为这个自性者的话呢 那么世间当中 在哪里有更可怜的呢 因为自己相续呢 就是有充满卧制的人 也最后都变成成成仇佛的这个唯一因了 那这样的话呢 世间当中呢 就是再没有这个更可怜的这些众生了 就是因为可怜的这些众生呢 他们相续当中呢 就具足这个烦恼啊 痛苦啊 今生来自呢 就是这类这个可怜 就是所以呢 就是我们人们呢 就是我们大乘佛教徒呢 就是认为他是可怜的对境 可是像这样的这个具有傲慢的 烦恼僧众的众生的时候 你可以成为这个成佛的因 可以成为呢就是这个解脱的这种根本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 包括造恶业的人 善恶趣的众生 以及这个 街上的乞丐以上的众生呢 就是都不算这个可怜了 都不算这个可怜的了 就应该就是这方面来了解 所以我们这个 行持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傲慢呢 就是一定要清楚 然后傲慢与自信之间的差别 就是必须这个分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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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也是应用者 这种人可以断除我们心事当中 潜藏的 隐藏的 傲慢的怨敌 就是傲慢的怨敌 以傲慢的怨敌为主的烦恼断了的话呢 那么一定会是成佛果 成佛果以后呢 以二十七种事业来度化天下无偏的众生 所以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断除傲慢的烦恼 当然 遣除傲慢烦恼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就各种各样的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的 有些通过自己的这种修行 对上师三宝的信心来进行斩断 有些呢 就是像《中观和音明》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就是以这个文词来进行分析 分析之后呢 就是要了知它的这种来源和本体 还有一些最殊胜的窍诀呢 就像我们这个密宗当中所讲的那样 五种烦恼呢 就是烦恼的根本是自己的心的了用 认识自己的心的本体 当你认识了这个心的本体的时候呢 所有的傲慢为主的烦恼呢 全部就是消失 谢谢大家 谢谢你看 ela 他 volt了 就有一点 有了 就是 那 好 跟 我 转来 就是 它 你 感谢观看 《法剧经》 佛陀在《法剧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 比喻战场上 随身百万人 谋若刻迹者 暂时之罪上 意思就是说 虽然有些人在战场上 已经胜过百万人 但是这个与我们克制自己的烦恼 克制自己的傲慢和嗔恨心的 这样的人想比较起来 那就根本比不上他了 真正在世间上的真正的英雄 就是我们克制烦恼的人 也就是说 对付自相续的 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几为难得的 我们在座的这个修行人当中 也是翻过自己的时候 的确也是知道的 烦恼的敌军呢 虽然是没有颜色形状 也没有什么看起来特别可怕的一些 什么坦克啊 就是炸弹啊 以及黑武器等等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但实际上 他们对我们每天的攻击啊 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反抗能力呢 远远超过世间的一些敌军 所以说 我们这个修行人 如果真的能胜过这些烦恼体军呢 那就是真是这个世间的这个英雄 而我们如果真正是 没有对治到这样的烦恼的话呢 我们永远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 所以说 通过上面的一些上师们的窍诀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的这种危害 了解以后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样的傲慢心 这次《宝末论颂词》当中 也是说了 让我们有名声 有财产 就是像那个天人那样的时候 也不要有傲慢心的 然后我们变成像恶鬼那样的话 也不要有缺弱心的 其实龙猛菩萨 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言 就是人生的这种 曲折的弯弱里面 弯弯曲奇的路当中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历 这些经历当中 有时候可能自己有财富 有名声 那个时候不要有傲慢 然后有时候 自己都是真的 就像我们以前 窍诀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好像自己地下 除了水往地处流 除之以外 再也没有下面的 就是自己已经落到了 最下面的这种地步的时候呢 那也不要有缺弱心 畏惧心 畏缩心 一定要坚强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心 保持一种平衡 这也是没有修行的力量 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修行一定要虔诚 不要有傲慢心 如果没有傲慢心的我 我们听法 上师们这个传法都会成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就是迷惑之自行 舍出终烦恼前半须人来 如是出户群不遭烦恼害 这个也比较清楚吧 因为我们这个迷惑之自行当中 我要灭除一切烦恼 一定要有信念充满信心 灭除烦恼方面的信心 那么我们处在烦恼当中 贪心 秤心 比较深重的一些人群当中 在那个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烦恼 容易生起的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必须要修忍耐心 必须要坚强 就像是那个狮子就处在耶稣群当中 狐群当中的时候 就是这些小的耶稣群 根本对狮子没有任何危害 同样的道理 我也是在这个烦恼群体当中的时候 这些烦恼根本不危害我 不袭击我 就是应该这样来修持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 大家也应该知道 人在修行过程当中 肯定有很多的违缘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些 阴满的众生 然后所存在的恶劣的环境 还有外面有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引诱我们的 凄乎我们的对境 每天都是不断地在出现 当你遇到这样的烦恼 这种烦恼的景象的时候 我们应该自己 有一种正知正念 应该有坚持不劳 败者不劳的这种坚信 否则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的是一个变成永恒的 或者是长期的一个好的修行人 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因此如果我们从内在 内心当中有一种坚韧性 内心当中有一种智慧的这种能力的话 那么外面多少个恶人 有多少个恶劣的这种外情 就是根本不会引诱你 不会随着外境而转的 所以说 我们处于这样的烦恼当中的时候 大家应该坚持 对着这种烦恼 那么对着烦恼 并不是口头上所说的那样 自己一定要有修行的境界 这种修行的境界 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磨练出来的 当我们遇到外缘的时候 其实坚布更会儿所说的那样 有三种情况 有些上等人 就是修行比较 境界比较不错的上等人 当我们遇到一些烦恼深重的 恶劣的这种对境的时候 通过他的三下方便方法 让对境可以转移过来 比如说 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 把敌人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伏 然后归于佛门 或者遇到一些贪心对境的人的时候 这个人的心转移过来 让他归于佛门 这是上等人的 然后中等人的话 那么自己把握自己 自己不被烦恼所转 就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继续待下去 继续待下去 虽然没有能力度化别人 但是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应该能坚持下去的 然而下等人的话 就远离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自己前往寂静的地方去 因为你度化他的话 就是没办法的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的话 也没有办法的 只有跑 只有不忘回度 一无反过度 就开始跑 只有这样 这是下等修行人 对恶劣环境的面对方法 如果是有任何方法想就不存在 有任何方法想就能把这些道理 我来看看凡简单 这个可以对方出现 突然就会过来 当我会说 我们我可以说的 严重 还有我们可以拿下渠 那么想说 继续 你们要在下游战 生的自然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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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不随火 在这里就是说 世间的人们 用比喻来说明 世间的人们 遇到大危险 最危机的这种时候 首先是他要护持自己的淹没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首先用闭眼 就是马上闭着眼或者是护着涂 护着自己的淹没 这就是世间上的一种传统 因为人们对自己的淹没是非常的执着 首先遇到任何一个违缘的时候 你就开始进行保护自己的淹没 同样的道理 作为一个修行人当年现前 就是贪心 嗔心等各种烦恼 遇到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护持自己的这种心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 就是从小声当中 就是在处理轮回的心 处理轮回的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贪心方面一定要注意 然后受持菩萨戒的时候 利益众生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观察自相续当中 生起嗔恨心没有 然后入了密尘戒的时候 你自相续当中会不会生起一种 平凡的 永俗的心 永俗的分辨量 一定要以清净心来摄持 所以当你的心态 在不同的状况当中 用不同的对治方法来护持 《金刚经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首先观自心 随后放心吃 就是有这个教言 首先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 先就是观自己的心 如果你的心善 心就是没有被烦恼转的话 那么对这件事情进行操作 如果你心就是随着烦恼而转的话 那尽量的制止 克制自己的这种相续 克制自己的这种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这些不如法的行为 尽量的看看 就是护持这个眼目一样的 首先要观察 啊 我是一个修行人 不能这样做 啊 我是一个出家人 不能这样做 我是一个巨师 我这样的这个邪见呢 不能就是生起来 马上用这个真谈来就是摄持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五品里面 所讲到的这种对治方法呢 在这个随时随地的时候 不能离开 否则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就是以外面的这个世间八发 或者是世间的一些一点意义的 没有的这种事情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道行呢 全部都会强调 那这样的话呢 真的很可惜的 谢谢大家 这样子还用来 给你们留意 我去看什么 对 这里 我去看什么 你 我去看什么 好 我们来 不 不 我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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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